狂犬病疫情升温 南头就有六个乡镇沦陷 动宝出加强猫狗的疫苗注射 以防堵疫情扩大 而另外台中新社也出现一个确定的病例 市府特地召开跨局处会议 希望能够控制狂犬病的警戒范围 五位同兴公园周边禁止涉滩 在地社团发起赞瞎活动 要为糖厂还有摊贩建立起沟通桥梁 更多在地人文采贡 共青水病中台湾领部新闻